新北市江紫萃筛检站 挤满人潮等后区座位统统坐满 另一头排队人潮更是绵延好几公尺 光是江紫萃筛检站 一天800多个名额统统额满 北市联营5号也涌入881人进行裁剪 鸡尸足迹的主要区域桃园 也有民众敢来裁剪 毕竟DOTA病毒感染力强 七十所到县市遍及北中南 指挥中心4号下午也针对有接触史 或足迹重叠的民众发布细胞简讯 这次一共发布110万则 比上次万华的60万则高出许多 堪称史上最多 周一上半日裁剪站依旧人满为患 接到疫情警示简讯都跑来筛检 第一个疑惑第二个震惊 就立刻感觉自己好像有一种被排挤的感觉 会担心了所以才来筛啊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的啦 民众想不起足迹到底哪里重叠 但为求安心上班之前还是到裁剪站筛检 简讯发出超过110万封 疫情以来最大规模 台北市发简讯当天就塞了937人 结果都是阴性 周日筛了881人 新北周日一天也塞了2400多人 桃园主战场也塞了400多人 都是正常的一到两倍 现在要进公司之前我要来做个筛检 我自己如果自己筛的话就是没证明 所以我要来这边筛啊 才能拿到证明不是吗 乱箭打鸟嘛 不可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嘛 民众无奈接到简讯被公司要求 筛检完有证明才能进公司 不过民众最担心确诊者真的在身边吗 一个步骤快速查 看你被疫调几次 打开简讯实验制 民众资料调阅记录查询 输入手机门号就能查询28天内 是否被疫调人员调阅过资料 若没有大可稍稍放心 有一次症状再去筛检 热大哥 你觉得台湾现在面临到什么样的态势 今天这个连立法院长游习坤都接到了 游习坤都去做快筛 然后没事啊 所以你就知道110万 是比这个万华60万还要多 60万立的时候 我跟我太太都有接到 为什么 因为当时我开车 载着太太从板桥滑江桥 路过西原路 就这样过去而已 然后结果就收到简讯 那现在呢 那么这个110万 我们面对的是大魔王 所以大家接到这个简讯的时候会害怕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去快筛吗 不是大家都在生间 为什么 什么意思 不是政府告诉我们说 你有症状才去对不对 你错了 有些人是不得不去的 你知道为什么 老板规定只要你有收到哦 只要你有收到简讯哦 你就得去摔 否则一旦出事的话 fire 你知道吗 是这样子 我问你啦 你要吃人的头脑 你要怎么 是 让老板这样说啊 fire搞不好还要求偿呢 所以我没有办法 我如果有收到简讯 我一定要去排嘛 所以为什么解释 今天连上班时间都爆满 你知道本来像板桥的江翠的江子翠德 这个相关的快筛站 还有100多个突然间就爆满了嘛 因为我一定要去快筛 拿到那个PCR 这个是不要钱的哦 如果到医院去做 还要给钱500到900 那个快筛哦 如果PCR更贵哦 那你必须体谅到这些人的这个 等于说他的这个苦衷嘛 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不能等闲四肢 为什么 越来越多人哦 越来越多人 就是没事情啊 所以我现在越来看到 越来越多人把口罩拿掉 然后在那边抽烟啊 然后在那边干嘛 然后在那边聊天 那边不行的 千万不要这样做 为什么 就因为我们刚刚说的 好不容易压到各位数了 但一个不小心 马上八个小朋友就动 所以呢 再等待一下 还有另外有好多八大行业 包括酒店 酒交 舞厅 电子游艺场 不断的跟我通过联署讯 来跟我求助 他们上周五走上街头 串联抗议 他们三个多月 我可以理会 我可以理解 我可以理解 三个多月 不管他们从事各行各业 三个多月 只要他们是合法工作 他们也要吃饭啊 他们的房租 他们的孩子 我问你 他们的孩子 开学了 在助赐金 现在有的 没的 现在一大堆 要怎么办 但是我也要请 这个政府能够纾困 就尽量纾困 纾困他们 我也要请你们要理解 今天又爆发了 幼稚园事件的以后呢 希望幼稚园事件验出来 不是Delta 希望长榮事件验出 五千多个PCR阳性 九月七号验出来 又是PCR阳性 大家都OK 要不然的话 我真的只有请大家共体时间了 否则一旦Delta大爆炸的话 我们台湾真的就完蛋了 是长榮很快的时间停飞芝加哥 那么开除违反这个防疫机制 这个机师呢 为什么 这都是为了因应现在指挥中心 他所实施这个长程的航班返台 刚刚瑞大哥说五加九 五天的居家检疫 跟九天的加强版的自主健康管理 老实讲 我对于这个机师 加强版的自主健康管理 你们非常辛苦 可是如果不自爱 给你方便当随便的话 你觉得老百姓 可以忍受这样的案例有多久呢 虽然长榮航空公司 这次做了非常积极的一个处理 因为他立刻取消许多的欧美航班 那么包括停飞芝加哥的客货运的航班 对营运当然冲击非常大 但是很多员工都说 一旦被列为必须拘减14天的航线 将会因为机组人员难以调度 必须停航也难以恢复 所以之前拘减14天停飞的 伦敦雅加达这些航班 现在都还没有恢复 那我请教肥安娜 你怎么样来看 因为芝加哥的确外站 你所了解 有市议员说空服员 到了芝加哥 这个外站之后就忙着shopping 是吗你所了解的芝加哥的外站 包括防疫旅馆是一个什么样情形 我跟小津姐还有各位观众先报告一下 我们先从时间轴来看 在今年的1月8号 其实航空公司最近有规定出来了 我们这个一次性的房卡 不是因为最近机市的事件才出来的 其实这个已经行之大概半年了 也就是说像我们到CDC的规定 我们到了外站之后 我们有钻车然后离开这个停机坪之后 我们就钻车过海关 然后一直到饭店 check in等等 空服员进到房间之中 机组人员进到房间之中 是不能够再出来的 那当然你可能会有一些疑问 那我可不可以门锁 先把他这个卡住 我偷偷溜出去也好 散个风也好 但是是没有办法 因为航空公司也马上公告 给所有组员CCTV 好所以麻烦你如果一旦查到了小则大过 或者是直接空服转地勤 或者是直接开除 那像这些对我们来说 是相当相当严重的一个惩罚 所以我必须要讲说 其实从今年的一月份开始 就已经相对来说 国内航空公司已经很严谨了 那我们再来看 其他的航空公司好了 其实有一些地方的是因地而改变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 这个最严格的国家 我现在目前听到是澳洲 澳洲的话是机组人员 一旦landing之后 不是说航空公司派遣 要这个专车回到这个饭店 他是澳洲的警察 直接从飞机上面带下来 专车把你送到饭店之后 一个一个把你请到房间之内 连房卡都不给你 所以说很好啊 台湾为什么不能落实呢 非常好啊 本来就应该这样子 所以最严格 没有 因为我们非要外站 我们待越久 但耗费的这个经费就越多 所以基本上现在 这种所谓的非常成 我们就是layover一天 就住在那边一个晚上 这样可以缩短 第一个 因为人员已经不足了 等一下我会大概解释一下 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们现在 可能可以分到 就是说我们有分短程中长程 等等 那现在坐落最多最多组员 其实打了疫苗的 是落在打一剂 我们有分嘛 都没打的 然后打了一剂的 打了两剂的 打了两剂的 毕竟还是少数 我以华航跟长榮 来说 所以以我们在弄航空公司 这样的规定 我一定是要极大化 这一块 因为这个五百多个人 七组员 我就要一直调配 一直调配 然后呢 我就是layover 一天我就回来 一天我就回来 第一个我减少了接触 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外占的一些风险 因为我们其实从落地之后 还是有海关 还是有地勤人员 还是有这个接车的小哥 像以前我们行李 还有小哥帮我们拿 现在也就尽量减少 我们都自己提 饭店check in 人 但是还是有规定 就是说我们只能呆在房间 我们就是叫房间的room service 那像日本的国家的规定的话 如果是用臺 你们可以叫room service 只能吃room service OK 所以不能出来 不能出来 所以我们的制度 你所看到 我们的外占的防御旅馆 是有落实的 其实是严谨的 严谨的 对 因为像 比如说像卡达航空 澳门航空 或者是像我们这些 外商的航空公司 是像一般一样 你是可以出去 可是陈时中上礼拜五有讲 说我们的外占 根本是没有戴口罩的 不是吗 这个是指的 比如这又牵扯到国情 比如说像我们台湾 是要清零政策 那或者是说 我们的覆盖率 没那么高 可是你说 像这些中东 所有国家 他有钱 他很早 他们连清洁工都已经打两剂了 所以他根本没有差 那国情 像美国根本没有人在戴口罩 所以说要去跟他說 你要戴口罩 我才要飞到你那边 也是一件 我觉得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公告就一直出来 就是上游政策 我们就一直一直改变 然后就譬如说 第一個最新的 譬如像这样子 以前也都直接规定说 比如说你看到清洁员工 他站在左排 你就要站在右排 他从这个左边的门上 你就要从你就要站右边 就说尽量我们要减少这些接触 所以其实规定一直一直有在改 那这一件事情真的就是特例事件 有人就像交通 你觉得这些国籍航空的机组人员 不管是非客机跟货机的 在外站的一个自律方面 真的做得够吗 我不能没有办法说百分之一百 一个人就好像交通规则 我们还是有人会不守法 因为像这个机是被fire 我印象当中上次是华航 华航好像是外籍机师 你也爬爬走 你也去清真寺 我不知道这个人后来没有被fire 但是如果以相形之下 长榮这一次的危机处理 跟这一种所谓下重手 是代表说这个自律的部分 他是非常愤怒的 所以就把他fire 你自律期间你还害怕骚 你有病征 你有病征 你已经就医了 你完全没有提出任何的警告 这样的机师太夸张 太可恶了吧 像我们其实有个组员的 专门的群组 我们就是看到最近的新闻也是 就觉得也很冤枉 就很委屈 就是说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出去 因为我一直被监控 而且就是飞一个晚上 那现在就是 其实台湾是严谨的 外国的航空公司是已经改变政策 他们觉得这个是要长期抗战 所以他不觉得说 我能够管你管多久 我的我的载客率驾动率 我南部城只能向台湾 要维持三趴吗 没有他们是到 他们是真的可以到处跑跑 跑 只是如果他们遇到 像日本规定严格的 像澳洲规定严格的 好像比如说奈及利亚 这种国家或印尼 他们之前大爆发的时候 他会要求所有的机组人员 上飞机真正执勤之前 必须做这个核酸检测 是 那他们就会符合这些国家的规定 但除了这些之外 最松散的美国 欧洲 随便你 你要去超市都可以 那我想请教 为什么这次有两个空姐 说跟机师有密切接触 被匡列起来 为什么 为什么叫做什么叫做 跟机师有密切接触 这两个空姐 怎么一回事 我觉得可能要大家解释一下 我觉得应该稍稍有点误解 所谓亲密的接触 我们有分客机跟货机 那货机当然就是载货 所以我们不会有这种空服的组员 做兼货的工作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客机当货机使用 那你会有前仓的这个机师 正价跟货架 但是你后面还是有所谓的门 我们要去顾正式飞安的角度 所以你后面会放两个空服员 基本上你要放两个空服员在后面 去做一些基本的operating 或者是safety的一些检测 那只要是有空服员在后仓 那我们还是会帮他热餐 简单来说 你的所谓的亲密接触 一定会有一些文件 比如说我们 所以是前仓的机师 去跟后仓的哈拉哈拉吗 基本上 有不当的接触吗 他们不会来跟我们哈拉 不是要分舱分流吗 对对对 要分舱分流 空服员然后他要去送餐 要跟问机长 不讲你们要吃什么 等一下上面要帮你准备什么 然后有什么事情的话 他会去前仓 这是属于正常的 他认为是密切接触 因为多少你还是会接触 比如说文件 我今天签盒检查 对我们还是 因为机师就是还是 机长还是我们的leader 所以我还是要 上飞机前会 要跟他report很多东西 我们都觉得 这是里头的SOP里头 分舱分流 包括在这里头的 自主健康管理 都是应该是最基本的 来我请教两位医师 长荣包括新北 然后我们现在很担心 引擎传播链 说是希望是Alpha 可是如果真的是Delta的话 哇 那变成说 新北这个引擎传播链 确定已经产生了 台湾怎么应用这个挑战 来吴医师先来 我想大家应该是全民 要有这个意识到说 这个病毒就在我们周围 那隐形传播链 大家可以想一想 我们从当时 那个每天七八百人 那个确诊 那能够下降 其实主要的不是靠疫苗 因为我们疫苗打得还满低的 那其实我们是靠什么 就是靠MPI 我们靠MPI这一招 就已经把它弄到 现在变成个位数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时时刻刻 把这个当成是我们生活当中 必要的一个部分 我们今天台湾有这么好的一个 那个生产 我们很多的产值都没有下降 其实完全就是靠这个 那疫苗是慢慢的 比较长期的事情 慢慢才跟上 所以说在这里 我想要跟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强调 这个MPI 社交距离 洗手戴口罩 这个是没有办法 避免的事情 好好的去做 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有很好的生活品质的 是 来这个林医师 我完全同意吴医师 别人别国 欧美国家打了疫苗 才七成就想拿口罩 我们的优势是我们口罩 大家习惯戴 这个武器不要放掉 因为我想让大家 最近非常人多人 在讨论所谓的突破性感染 看我们的机师 就是突破性感染 三位打完两个AZ 那有一篇英国 九月一号出版的研究 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做参考 不要忘记英国多半都打AZ 然后他打一剂之后 这个发生突破性感染几率是一千分之五 然后打两剂少到一千分之二 这个是已经追踪到Delta的时代 英国大概五月就开始流行Delta 一直收集到七月 所以你不要说 看到一千个里面有两个突破性感染 然后就很心慌 可是你不要忘记 九百九十八个还是被保护的 那另外这篇也很有趣的去做 那到底这些突破性感染 打过疫苗的人 那他跟没打疫苗的人相比 有什么差别 很有趣 他所有的症状都变轻微了 他也不容易重症 不容易住院 更有趣的是 大家知道有一种叫做 long covid的东西 长期后遗症 他长期后遗症还少一半 那另外他 我们刚刚谈了很多无症状感染 打了疫苗之后 无症状感染的几率增加两倍 所以你比较容易变成轻症跟无症状 那我觉得对你个人来说 你不用那么害怕 可是对防疫来说 当然可能是困扰 比方说机师打完了疫苗 那你有保护力 那可是问题是 你还是有可能 Delta的无症状感染 那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 刚刚我们讲的 不管是机师 医师 这些学校的老师 你可能即时打疫苗 都还要定期检测PCR 我们就听听看 这个教育部长潘文宗 直接特立在校午的记者会当中 特别提到 因为BNT要开打了 对家长对学生来讲 因应的注意事项里头 除了意愿征询之外 实施的一个过程里头 怎么去确保他的安全 老师要注意什么 家长要注意什么 包括还有疫苗假 可能有三天的时间 来听听这个大现场 那么一个是国中高中 还有五专前三年 发行我们相关的机关学校 那么这部分会在 就是发送相关的 这个须知跟评估 以及意愿书 这几天之后 学校照完测后 那么就会有两个 这样的一个接种的方式 一个是在校园集中 接种的这个方式 那从9月23号开始 那么学校也会提供 学生接种后的注意的事项 那这个是会优先 应该也是比较多数的 接种的方式 人数应该会以这种 外展到校服务的方式 那也都会由 地方卫生单位 安排专业的医务团队 相关的这些人力 来到学校来帮学生接种 那这个之后 如果后续 不管是从家长的意愿 或是这个评估的考量 那么就会到医疗院所来接种 那这部分是会由 以这种方式到我们的预约平台 做完登记 那么之后进行预约 那再自各医疗院所来接种 没有学籍的部分 他在这个年龄层里面 这部分就会 他们到这个预约平台登记 完成预约之后 就到医疗院所来接种 这个也拜托各位美女朋友 针对这部分也能够多加的呼吁 那么就是各级学校 学生接种疫苗后 如果有不良的反应 身体不适症 有申请疫苗假 这个部分对学生来讲 不会列入突缺席的记录 那疫苗假是以三天为原则 家长如果有因为 学生接种疫苗 而需要在便庭请假照顾 也可请方应照顾假 好立刻连线到高雄 给国会观察基金的董事 姚立明老师 那我首先想请教是 在连线杨老师之前 画面当中您已经看到 杨老师已经上线了 杨老师你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杨老师我想请教 这个国民党即将 党主席改选投票即将进行 那么辩论会应该 唯一一场也已经进行 在礼拜六进行 我想请教 目前被认为 他的网络声量跟支持度 都串升到第一名的张亚中 你认为张亚中 会不会当选国民党党主席 会不会 不会的 因为那个不是所谓的 支持度民调 那个只是辩论会以后 所做的这个等于是声量 印象或者表现好坏的一个民调 所以从这一次 从这一次看他们四个人辩论 其实可以大致上看得出来 国民党现在的走向 非常可惜的 四个人一句话来讲 都是在讲主 都在谈一整 江亚中在谈孙中山 江启臣在谈蒋经国 朱立伦又是孙中山 又是蒋经国 如果真的要讲蒋经国 为什么不谈蒋经国 对中共的三部政策 不接触 不谈判 他们完全就不去谈 都在讲主 所以 其实我多次讲到国民党 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危机 就是国民党党内的主流 跟台湾的主流民 已经脱节了 国民党党内的主流 叫黄复兴 黄复兴决定了党主席 黄复兴决定党的路线 而黄复兴大家都知道 是处于像赵少康拉 这样子的路线 所以他是比较中国的 比较宠派的 所以你会发觉朱立伦 面对要以派 也要出黄复兴的票 因为没有黄复兴的票 就当选不了 所以当他被问到说 你是中国人台湾人的时候 他都不敢 这一个现在全台湾百分之八九十的人 都会很直接的回答 我是台湾人的问题 国民党居然做主席的人 回避不敢答 所以你就会发觉到 其实国民党他现在 在党内的选举 每次都会呈现一个现象 他跟台湾的主流民意是脱节的 而现在最被 最被你好像热衷谈论的 所谓赵少康的战斗篮 好像现在国民党有非常多的 包括立法委员 包括地方议员 都认为战斗篮是一个好方向 可是事实上战斗篮是什么 战斗篮就是深篮 它就是一个目标 就是国民党要强 国民党要赢 可是他们有任何论述 说国民党你有什么论述 然后让人民能够支持你呢 然后让你赢呢 这个就好像买 我制造一个东西 要民众来买我的东西 然后民众如果问 我为什么要支持你 然后你的回答就是 我的回答就是 我要赚钱所以你要支持我 这个就是战斗篮 我要赢 所以你要赢支持我 我要赢 好像你本来应该介绍 你这个货品的本质有多好 你货品有什么特色 为什么值得我买 结果你都回答说 我要赢我要赚钱 对一种战斗篮简单的讲 现在国民党只是存在在 反民进党降职的论述上 只要民进党做的 我反对 国民党就存在 更可笑的是 更可笑的是 居然把 虽然国民党一本人看见 说国民党承认到的问题 是没有年轻人支持 可是他们居然把 没有年轻人支持 归咎于 因为民进党有1450的网军 所以他们也要组织网路 然后能够反攻 好像网路上对国民党的不满意 是因为民进党有网路上的操作 如果这么简单 那国民党这两三年 早就组织了一个网军 早就反攻成功了 如果组织网军这么简单 就可以让你的民调升高 让你的次数度升高 让你的人民对你政党认同度升高 那你不早就组织了一个网军 你就花钱请网友就好了 不可见年轻人不支持 不是网路网军的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 是你国民党的主流论述 已经越来越偏向黄复兴 越来越偏向赵首康 越来越往深蓝 越来越往中国 你跟年轻人 是天然台湾的年轻人 自己认同台湾这块地方的年轻人 就背道而驰啊 那杨老师我想请教 在这个状况底下 赵绍康看起来有意在拉拢韩国瑜 更是看得出来有意在拉拢郭台铭 这些党主席不管谁当选 是不是都不是老大 反而是在地下 在这个可以号召这个战斗篮的赵绍康 即有可能可以跟比如说韩国瑜结合 反而是国民党内未来的一股失利 是不是有可能这样的一个趋势呢 我刚刚讲的那股主流 从黄复兴到赵绍康到韩国瑜 他是一个团体 指不谁来发声 在韩国瑜选总统的时候 他背后就是黄复兴为主的力量 就是战斗篮的力量 就是深蓝的力量 他就是叫韩流 所以当时你要想到韩国瑜 在选高雄市长的时候 还有一批年轻人 还有一批中间的人士支持他 是因为他那个时候 还没有很强的意识存在 所以大家就很支持他 他也当选了高雄市长 可当选高雄市长之后 他选总统就把两岸的那一个统派的立场 中国的立场表露无敌 他就失去了中间力量 他就失去了年轻人 他完全没有年轻人支持 然后接下来他就被罢名 他代言年轻人支持 他就围绕了原来深蓝的那一群 红温城里面去了 赵绍康非常清楚 所以韩国瑜本来请跟赵昂恩合作 请赵昂康选党主席 他的目的很简单 赵昂康拿个党的位置 然后继续扶持韩国瑜再选2024的总统 因为韩国瑜不担心 他觉得2024他还有希望 因为他的党内 我刚刚说了 党内还是背骨深蓝的主流 所以韩国瑜觉得他还是掌握了这股主流 所以将来总统候选人 他如果在党内竞争 韩国瑜还是有希望的 所以2024你意思说韩国瑜还是可能会参选 当然 他当然会参选 他现在完全不动 他算谁不去选党主席 他的目的就是把所有 把他的支持度一直维持到2024去 完全没有他请赵昂康说 赵昂康这次蹦出来 就是用韩国瑜拜赵昂康选党主席 如果没有韩国瑜韩流支持者 赵昂康什么人当选不了 赵昂康发觉有韩流在支持 所以他就想选 后来因为条件不符没办法选 这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他敢选 就是因为韩国瑜在背后支撑他 所以这个问题本来是想夺党权 然后一样的建计选总统的力量 可能现在中止了 可是他们没有中止继续主打 未来2024韩国瑜的路线 未来2024核立法委员的路线 所以朱立伦跟江启臣 根本没有看到这个趋势 非常可惜 尤其江启臣 是非常可惜的 因为他其实刚当选唐主席的时候 他看到国民党真正的问题 在于九二共识背离台湾主流民意 当起人都看见了 他想去改九二共识 他想离开九二共识 但是一改革就没有回去 直到今天一事无成 正在于最后党主席没有任何的价值观 可以支撑他连任 所以江启臣已经明白了 因为他没有成功嘛 他非常可惜 他明明看到问题了 他无法做到改革 就是因为那一股我刚刚讲 以黄富星为主的国民党内的主流力量 一直拦阻国民党朝向 所谓本土的 本土化的方向去走 台湾的 我刚刚讲过什么叫台湾的 就是台湾的历史 台湾的九二共识 所以他是没有前途的 好 杨老师我等一下更多的问题跟你请教 来 董老师 你怎么看目前最新的态势 你也认为张亚中不会当选吗 如果张亚中真的当选国民党党主席 国民党会呈现什么一个政党 那如果这样的政党 为了在台湾执政的话 台湾的命运又会是如何 来 董老师 其实我蛮祝福张亚中能够当选 因为张亚中当选的话 我国民党就不会这样子 遮遮掩掩的 因为张亚中的主张非常的明确 台湾人是中国人 要签合并协议要统一 所以他的主张是明确的 所以说我倒是祝福张亚中能够当选 不过真正的问题 我觉得是在 你看光是蓝营的 怎么去看待他们自己 这一场党主席的辩论 说普遍看衰 江启臣就像读稿机 这个朱立伦没有心意 然后依旧闪躲 卓博言没有心意 张亚中沉迷于旧时代 这是普遍的评论 包括国民党的那个郑兆欣他都讲说 国民党的臣服逼年轻人学老 那就更不要讲说这个前这个国民党青年团的这个团主席 刘易佑 他专门是针对张亚中说这个这个如果那个打鬼打鬼基金会到最后就会变成是亚中基金会 这个是找做鬼的人来打鬼就对了 那因为为什么因为过去这个国民党成立这个所谓的孙文学校的时候呢找这个张亚中去当校长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在这个粉砖上面这个学校被改名叫做亚中学校 孙文学校是放下面的 依此类推 那么以后这个如果真的有什么打鬼基金会的话会不会变成亚中基金会 国民党会不会变成亚中党 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国民党内部的事情 那我觉得我我比较看重的是 比较严肃要看待的是 在国民党这一次辩论之前 其实民进党有好心的提醒他们要注意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国民党对这个 所谓的九二共识 被一国两制 你怎么看待 第二件事情 你现在国民党的两岸政策主张 有没有符合国际的那种变化的这种新形式 就是反中抗中的新形式 你的两岸政策有没有符合 第三件事情更重要的 针对中共对台湾的文攻武嚇 军舰军机不断来骚扰台湾 希望要片面的改变这个现状 你国民党怎么看 结果我觉得非常遗憾 这些这些刚才的这些问题就是我们台湾现在最重要的安全问题 就是国际社会现在最重视的台海和平的问题 结果在辩论在他们的辩论会里面没有人回答这些问题 完全没有 不但没有还相反 相反说什么呢 这个这个张亚中说他的三大使命救党救国 救两岸 没有救台湾 那个那个卓博渊更保 要要请这个张亚中当特使 如果他当主席的话 然后要邀请习近平来台湾保障习近平安全 你请张亚中当你的特使 你不就是支持张亚中的那个统一主张吗 然后呢 你怎么会去保证习近平的安全 你怎么没有保证台湾的安全 你们在选什么 你们在选什么党啊 那更重要就是后面两个朱立伦跟他说依旧闪躲 不敢不敢讲他的两岸政策的具体主张 那个那个那个江江启臣也一样 但是他们两个都抓住两个字 两岸和平两岸和平 我现在听国民党的人讲两岸和平 我真的会觉得很毛骨悚然 也觉得很恶心 简单的说 想想看那些退降 变成中国间谍的退降 想想那些我们台湾国军的退降 跑到中国去 去听习近平训话的那些退降 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用台海和平当作借口 结果你用着这个台海和平的名义 结果你变成台奸 你出卖台湾 这种和平就被你们搞成这个肮脏的事情 所以拜托国民党谈谈台湾的安全 你们现在少谈和平 是来我请教持续连线给杨立明老师 杨老师我想请教在这个态势当中 我们刚刚特别提到是国民党的另外一股势力 看起来赵绍康蠢蠢欲动去结合韩国瑜 但是赵绍康跟郭台铭之间也形成一个非常微妙之间的关系 如果真的是军队要行的话 粮草嘛你不能到处去点火 但是没有火药 可见这背后的金主 郭台铭还是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 那郭台铭在今天刚好出关了 他被关了十四天之后呢 今天我看他比着心预告说未来的这个疫苗的BNT疫苗几乎 周周都会有来报道 怎么样来看郭台铭 我们说白一点 你觉得这个时候的赵绍康跟郭台铭 未来会处在什么样关系 包括柯文哲跟这个郭台铭会处在什么样关系 因为高宏安我们都知道高宏安是郭台铭的得意门生 非常得意的一个部下 那担任民众党的部分去立法委员 看起来柯文哲有意栽培他去取代黄山兴去参选这个台北市场 这中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但是回到一个根本的问题 大家都很知道 2024郭台铭会不会酸总统 来到杨老师 郭台铭选总统啊 这种可能性当然不能排除 可是我个人觉得郭台铭当选总统的可能性 因为一个理由已经丧失掉了 就是郭台铭一定要用国民党的身份都为参选总统 和他无法扮演关键的角色 因为他永远会是第三名 而且他的参选不会任何影响 国民党跟民进党这两个政党的主流的竞争 他的选票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也就是说他参选或者不参选 民进党的得到就大概大致上都差不多 所以都不会影响 所以从这个表面上来看 我们党未来党内的竞争还是 当然朱立伦也会有竞争力 因为他如果当选党主席 他在党里面将来2024 他很有可能再出来竞选 可是在党里面要出现 跟着民德真正的大选 就是现在国民党全体一致的希望 2022年然后2024年能够要回来 执政政权 可是从现在国民党的发展 没有新的论述 抛弃年轻人的主流意识 以及没有任何清新的候选人 有民意支持度的候选人 我认为这些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之下 我们党未来五年三年再加上最重要的 国民党的党的支持度跟最新的政治大学选严中心做的 民进党31点多将近32 国民党18点多两个人相差了60%就可以知道 国民党未来在大选上至少从今天的角度来看 还不具备竞争力 因为你各位都知道台湾有个钟摆的概念 从蒋经国开始 从李登辉开始 李登辉做完国民党做完 就是陈水扁民进党 然后民进党做完陈水扁做完 然后就是国民党满久 满久做完年做完 然后又说到民进党蔡英文 所以国民党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风流 好像说民进党做完八年 人民一定会厌恶民进党 所以要回到国民党 以为这是一定的波动 可是事实上这个波动 如果看过去20年 那个政党的发展的起伏 是完全不理解的 的确谁执政就能够得到一定的压力 然后他的民调在执政以后慢慢下降 陈水扁在第二个任期 陈水扁在第二个任期的第二年 也就是第二个任期第二年 他的民调支持度 韩美党侯三军 他的民调支持度只剩下 大概20%不到 然后那个民进度就20% 所以我现在所秀出的 正是最近美丽岛电子报所秀出来 现在刚好是蔡英文第二任的第二年 所以杨老师因为在疫情的当下里头 各个国家的执政党 的确民调都受到极大的挑战 包括了蔡英文 但最近的数字有一点点维生 所以你是说 扁时代的第二任的第二期 是非常的低名的 那跟蔡英文现在比较起来呢 满久第二任的第二期 也是60几% 可是蔡英文现在第二任的第二年 还是有一次50% 你就可以知道他这个问题已经不能用过去的令子 说政党总管轮廷来做解释 更何况刚才主持人所问的 疫情本来是对执政党不利的 因为疫情只要爆发出来 不管怎么做只要有继续的疫情 像过去三个月 我们从二级到三级 那个执政党的名叫 都会掉一%两%四倍三% 因为只要爆发出来 在去年我们全部守了 整整的一年守得很好 执政党的情况就能维持 可是疫情是不能够完全堵住的 有的时候爆发出来 进来了在过去这三个月 民进党掉了一点的怕 可是你想想看 执政党在三个月之内 又完完全全的把它封住 当然现在好像极势 强容极势的问题 又可能有破口 我先不谈 因为那破口多大 现在看不出来 现在我就讲说 谁能够 哪个国家能够在三个月之内 把有疫情突破的地方 又归零呢 我们就讲归零 这个是在其他国家 根本没出现过 叫归零 我们居然能够归零 不管多久 但是居然能把爆发的地方 能够归零 甚至它之所以能维持 50%以上的 持着满意度的主要原因 所以本身 本来执政党碰到导战 它不管天灾人祸 这也属于天灾人祸之一 它所以所有的事情 执政党都要背负的 可是疫情已经一年多 两年的时间了 这个执政党 现在这个执政党还能够称赞 有50%以上的制度 你就可以反而在野党 在野党经过两年 即便不断地攻击执政党 它的政党制度 还只有17% 你就可以出到大的局面 我们先撇开中国因素不谈 执政党跟民进党的看法 尤其是包括在年轻人里面 其实已经是一个在上一个在下 短时间很难交除 如果国民党自己不努力改变自己的作风 不努力找出新的论述 仍然扒着中国大腿不放 仍然党主持讲孙中山 蒋经国 根本不谈年轻人的未来 也不谈台湾的本土意识 国民党希望是根本不大的 根本被避论2024了 OK 杨老师等一下 看起来杨老师认为这四个人 台面这四个选党主席都是人头 都是代理人 对台湾意识也不愿意 在现在主流的状况都不愿意去谈 那另外我们看到郭台铭的部分 他认为郭台铭你如果要背着 国民党的党员的身份去参选 才有胜选的机会 可是很不好意思 在这种架构底下 郭台铭在这个内部根本就出现不了 除非他以五党籍身份来参选2024 但是柯文哲还是认为2024 2028 甚至2032一路会一直选下去 但是都是第三名 来这个持续会请教杨老师 张雨晨老师嗅觉出什么 对张耀宗现象看起来有点无厘头 甚至我在开玩笑说张耀宗居然有办法 获得深绿 深蓝 红筒 甚至小粉红的支持 他居然得到了这些激进力量的最大公约数 与其这么细虐看 不如说他背后有中国对台政策 特别是国民党路线的战略跟政治的布局 什么意思呢 各位要想想看 就国民党从政资历 就对党内的影响力 还有基层实力来讲 张亚中远远落后三个候选人 不要说江启臣或朱立伦 就说卓博元都当过县长 这个张亚中怎么可能 跟这三个人一厢上下呢 唯一的关键在哪里 因为他在两岸论述之中呢 基本上旗帜显明 这个旗帜显明呢 就有所谓的统战跟政治价值 统战跟政治价值是什么呢 修典讲话就已经把国民党的两岸关系啊 给锁死了 锁死什么呢 简单来讲没有表的空间啊 也没有所谓的所谓的各自表述的空间 叫做呢 所谓的呢 一中原则台湾方案嘛 现阶段张亚中出来选 选是选不上了 但是却拥有呢 极为不对称的讨论度 声量 支持度 如果转换成了主席的选票 拿个五万跟十万 就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影响非常非常简单 简单来讲 江启成跟朱立伦 邮报枇杷半遮面 还必须要告诉大家说 哎呀有一中各表啦 九二共事啊 青梅啦 两岸和平啊 当这些人一旦选上 未来呢 要做路线调整 比如说呢 稍微往本土啦 稍微往台湾义市啦 稍微往美国啦 稍微往啦 全球化 这个路线去走的时候 先制的力量就出现了 那就叫做张亚中 因为他得到的选票 如果是呢 我刚才说啊 五到十万不容小觑 他就有一定的影响力嘛 城市不足 败市有 国民党主席选举倒数二十天 四抢终于碰头 江启臣戴上战斗篮口罩 一开口就往朱立伦 最软的一块来攻击 我公开承诺 我不会选2024的总统 能够打败腐败无能 压霸的民进党 强的国民党才是造王子 弱的国民党就变成害王者 不要给民进党剑锋插针 朱立伦时间没算准 讲到2024随即被笑音 江逐党魁持续缠斗 没想到卓博元 谈两岸和平 提出邀请习近平台湾之旅 习近平先生的台湾之旅 我相信中国国民党 邀请习主席来 中国国民党一定保障 习主席在台湾的安全 还只派张晓中担任旅游规划 但国民党想着拿回政权 得先面对 怎么把年轻人找回来 毕竟民调显示高达七成 20到29岁青年 对蓝营很不满意 今天选举到了 江前主席讲了 要和平行动方案 为什么在职的时候 不提和平行动方案 然后我再问他说 你的和平行动方案在哪边呢 之前主席说 他要追求两岸和平 他要维持两岸和平 你的方案在哪里 不要讲空话 一个个领导者 想的都是个人的利益 个人的派系 请问一下 这种中国国民党 年轻人怎么会尊重你 孙中山天下围攻的精神 年轻人清楚 你最喜欢的护国神山 台积电是国民党创建 过去历任这么多党主席 每一个都讲说 我重视年轻人 国民党的大佬心态要有 不要动不动 就以上对下的方式 要来教育年轻人 谈年轻族群 却是大打国富思想 这张牌 两岸政策更持续拥戴 九二共序 不出精细是何系 看了蓝莹党魁人选依旧跟手头 世代很有距离 你最近怎么样看最近的氛围 比如说共机十九架 你看CNN提出示警 这是核弹轰炸机 然后也有认为 这足迹跟过去不太一样 在这个当下 我们看到波兰对我们 台湾的友好的关系 展现四十万的一个疫苗 立刻送到到台湾 波兰之外这里头包括 像是之前有捷克拉伯卫 你觉得这是一个反映出 什么样的国际情势 我学军事出身的 我认为共机十九架 如同之前也曾经一天 频率高到二十三架 二十六架 三十架 都有这种频率 那他们已经熟练到这种 台湾的西南海空域 到这个台湾东部了 这样一个从这个 中国的内陆到近海 然后到突破的第一岛链 也就是巴士海峡 突穿到这个西太平洋门口 那台湾的北部呢 也就是宫古海峡 日本现在已经加强严守 包括部署反飞弹 还有监测战 加强他的兵力 那当然解放军也很 如这个盲刺在背 北跟南两个出口 共军他都想要掌握 那一直来他们的思想和逻辑 还有战略的这个态势 就是秉持着 北韩金正恩的政权 为什么一定要抓住 林边何止反应 我要重启 我您要何止不要库子 解放军所反映出来的 在中国北京当局领导人的思维 就是当他们这个三军 他们的三军统帅就会觉得 我也要像北韩一样 我宁愿要何止 我也要诉诸武力 我也不能放弃 宁可没穿裤子 或者是不要裤子 不要发展民生经济 我这一块要跟美国 这个到时候要准备 要做好斗争冲突准备 你从习近平上个礼拜 再勉励他们的年轻党员的讲法 就可以听得出 他的一些这个狼性的一些观点 所以我们国军 怎么去因应这个态势 以前我们都知道轟六 本来其实轟六就来了 轟六本身就是核弹轰炸机 其实我们都知道 所以国际的态势是 美军加大力度的航空母舰 联合的像英国的 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 都已经几乎是长期来这边 法国德国的这些军舰的力量 都已经升到了这个新太平洋 不只只有美国 以前单靠美国真的力量稍微 单薄一点 你现在就算结合日本跟韩国 还有这个东南亚或澳洲 都会一样 日美印澳四方会谈也一样 加上了德国跟英国 然后北约的这样的 主体北约的力量 还有未来是不是小北约的形成 以及环太平洋会不会把 台湾纳入官场员 甚至干脆以后让台湾加入 来这样演习 变成台湾是一个西太平洋 整个防御的共生体的话 这个是一个国际的趋势 国军加大这个反应在 我们的反飞弹能量 我们的陆基 空中的这个对陆 然后这个海面上的对陆 对反舰了 这个以及我们的巡舰飞弹 我们的反飞弹力量 我们最近这一两年的 国防舰军思维 也悄然的开始 往这个方向去转变 面对中国的这样一个 这个作战的态势 我们当然是整军备战 这就是其实台湾能大多分的 一个建军的我们国家的 自己的国家自己 现在台湾的主体性 那我不知道 赛翁施马焉之恢复 会不会就是在这个状况底下 反而凝聚了在这个中国之外 其他的国家对台湾的一个支持度 因为包括欧洲议会的外交委员会 包括你说像波兰 来我请教石总管庭 波兰不怕得罪中国吗 波兰之前有拉脱维亚 其实包括捷克 包括欧洲外交委员会 现在中国应该很担心 骨牌效应 可是对台湾来讲 我乐见骨牌效应 来周冠廷 波兰昨天四十万剂的疫苗送到台湾 台湾人非常感激 可是我们看到中共的反应是什么 其实这时间点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波兰他送给我们疫苗 是早上六点凌晨六点多 送达台湾的机场 结果共军昨天绕台 最早的一班就七点零六分 所以等于是说 波兰他的疫苗送到台湾 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共军第一架 飞机马上就老台 接下来就第二架第三架第四架 我们统计一下数字 今年整个上半年 共军老台的数字是352架次 这架是什么意思 112天 180天当中 112天是共军有骚扰台湾的沿海 我稍微回想一下2015 2016 当时他一整年老台 32次 33次 大家学者都在讲说已经是史上最高 结果今年才在半年 你看看这个数字 其实我必须讲 波兰这个事件并不是单一事件 目前全世界 我们看到一连串的民主国家的作为 从美国日本 对我们捐赠大量的疫苗开始 我们看到立陶宛 立陶宛他自己国家并不是 疫苗非常充分 捐赠我们疫苗之后 开始跟我们要开始互设 台湾为名的代表处 我们看到斯洛伐克 他说要送我们疫苗 准备最近要过来 他也喊出说他们要派官方正式代表来返台 我们看一下捷克 捷克是不只送疫苗 他的议长亲自的访台之后 中国对于他们做出了很多的制裁 对他们做了很多的抵抗的动作 可是他们坚持捍卫台湾民主 我认为现在国际上有一个趋势 就是台湾的模式正在走出去 目前中国在全世界 喊着一个中国的这个政策 目前看到西方的各国 包含欧洲还有美国日本 大家现在开始接受 我们开始用台湾的名义 在国际上走 甚至说互设官方的机构 我们看到欧盟 才几天前的事情而已 他的外交委员会 正式的通过 以非常悬修票通过 要把台湾的欧洲经贸办事处 改成驻台代表处 把台湾两个字也用台面 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 其实跟国民党这些党主席选举 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看到国民党党主席 这一次其实大家在真的 还是中国的正统 是不是中华民国 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 可是在国际上已经很确定 在一九六一年 一九七一年 民国六十年之后 这件事情其实在国际上 我们就已经知道 中华民国在国际上 中国国被认同是官方所认同的一个中国 所以看到现在世界各国 他们又不要去激怒中国 因为中国说一个中国 可是又想跟台湾发展失职的关系 现在台湾模式这件事情 在国际上 感觉是一个可以走出去 而且慢慢摸索出方向 可是中国其实是 却好在此同时 因为这个学者很显然 他长期在研究欧盟 中国这个学者 他认为说欧洲 事实上已经发现 台湾的新价值 为什么 中国人民大学 在国际关系 学者这个王教授 他特别提到的是 不要特别忘了 全球之间正在注意 台湾供应链在全球当中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所以持续来关注 当共机19架 那么围绕着台湾的同时 而且再度擾台 CNA已经市井 有四架轰漏的核弹轰炸机 当然国军一切会有因应的 不过因为选择在波兰政府 捐赠我们台湾四十万机 AZ的时候 你可以想见中国到底图的是什么 但是你可以想见波兰跟台湾处在什么样的关系 这些过去长期反共产党的一个国家 民主国家动作都没有像他们这么明显 但是长期反共产党的国家 他们为什么不怕得罪中国呢 这里得罪中国来讲 很担心有骨牌效应吗 来持续锁定新闻的加油 我们再会